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日本传奇小说家太宰志的名作 《人间诗格》 《人间诗格》这个书名保留了日文的写法 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丧尸做人的资格 再直白一点说就是人渣 所以这个看似颇为文雅的书名 其实真是含义是非常刺眼的 《人间诗格》具有很浓的自传色彩 也是太宰志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 也就是说太宰志的这部绝笔之作 并非是在批评别人 而是在解剖自己 鲁迅先生去世前在杂文里写道 让他们怨恨去吧 我一个都不宽恕 而太宰志的人间诗格似乎在说 让他们怨恨去吧 反正我就是人渣 那么太宰志到底扎在哪呢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的生平 太宰志本名金岛修志 1909年6月19号生于青森县一个旺族 是家里排行第十的小孩 他的父亲经营银行和铁路 还是县议员和众议院的议员 最后还因为多额纳税而成为了贵族院议员 可谓是有钱又有势 然而太宰志在家中只能说是衣食无忧 因为不是长子而缺乏地位和关爱 文学和纵语成了他精神的出口 他的纵语包括烟酒和女色 而他的文学写的正是这种颓废堕落的生活 文学史称之为无赖派作家 太宰志一生五次长尸自杀 其中三次是和情人殉情 他最后和女读者殉情而死的时候 早就已经结婚生子 甚至还有别的情人和私生女 仅从这一点上来看 骂他一句渣男大约是不过分的 但说起太宰志 很多人会先想起一句名言 生而为人对不起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太宰志的原创 原作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 叫做《四内兽太郎》 这个人在得知自己被太宰志剽窃以后感叹到 简直像命被偷走了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 太宰志虽然偷来了这句商标一样的名言 也还是需要具体的作品来支撑的 要知道 太宰志的作品被誉为 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 如果说生而为人 对不起这句话 是金字塔耀眼的塔尖 那么拿掉这句话 应该也不至于让整座金字塔崩塌 所以真正的问题还是 大家为什么喜欢太宰志 一代代读者想在颓废丧气 不配做人的无赖身上 寻找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以人间诗格为例 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人间诗格以三张照片为线索 串联起主人公大庭业葬的童年 青年和中年 我的解读也会遵循这种划分 第一部分讲童年 童年的业葬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 第二部分讲青年 青年的业葬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浪子 第三部分讲中年 中年的业葬是一个身心崩溃的废人 而在最后我想讨论一下 生而为人如何避免人间诗格 好 我们从头说起 人间诗格由一篇续言 三篇守闸和一篇后继组成 守闸就是亲笔信 是主人公大庭业葬自己写的 而续言和后继 是一个没有姓名的打引号的我写的 你可以认为是太在之把自己一分为二 分别从自白和旁观的角度 来呈现自己的故事 续言写了大庭业葬的三张照片 分别拍于童年青年和中年 先来看童年那张 照片中的大庭业葬 大概是十岁左右 头歪着在笑 但与此同时 双手却紧紧握成拳头 这种不协调破坏了小孩子的可爱 反而给人一种古怪猥琐的感觉 而在随后第一篇手眨里 大庭业葬详细解剖了自己古怪的内心 业葬家的背景和现实中的太宰制很像 父亲是地方上的财主和义员 常年不在家 而母亲身体不好 也没有经历照顾家里的众多子女 其实你看啊 大庭业葬这个名字 从字面上来说 不就是一个很大庭院里面 一片无人在意的小树叶吗 这个名字本身就囊括了 大庭业葬衣食无忧 但缺乏关爱的童年环境 而这种环境也造成了业葬相当偏颇的世界观 对物质不屑一顾 对感情过度敏感 而这两个特点让业葬无法正常的看待世界和他人 比如说 业葬曾经以为天桥是一种游乐设施 跑上跑下不亦乐乎 但是等他发现 天桥只是为了方便行人跨越铁轨 一下子就觉得索然无趣了 也就是说 业葬看一件东西 只强调好玩 不注重使用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业葬小的时候体弱多病 经常卧床 他一直以为褥子枕套被套 都是一些没有用的装饰品 等他发现 这些东西竟然有实用目的 他不禁为人类的节俭而黯然伤身 最离谱的是 他甚至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吃饭 因为他从来没有饥饿的感觉 也从来不觉得食物有什么美味可言 这恐怕恰恰是因为 他作为一个富二代 从小吃得好 好东西吃多了 当然就不稀奇了 但是这样一来 人为了吃饭而工作 对于业葬就变得难以理喻了 蔑视实用 不肯节约 拒绝工作 这三个从小养成的习惯 也为业葬后来堕落为浪子 打下了伏笔 虽然业葬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太接地气 但是他对人际关系特别敏感 在手闸中 业葬常常用神秘和恐怖两个词 来形容正常的人际交往 神秘在于 他不知道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而恐怖则是源于 他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会突然指责和发火 在业葬看来 人一发火就会暴露出可怕的动物本性 就像温顺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 会突然抖动尾巴 抽死肚皮上的牛蒙一样 而一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生存下去的资格之一 他就感到彻底的绝望 不过我要提醒你 第一人称叙事是主观的 也就未必是可靠的 业葬虽然心中痛苦 但是要说彻底绝望 恐怕还是有点夸张了 因为他明明有应对之道的 方法就是 划重取宠 扮演小丑 比如夏天的时候 业葬会把姐姐的红色绑腿套在手上 从御衣的袖口露出来 假装在御衣里面穿了一件毛衣 然后在过道里来回走 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业葬还会在作文里编故事 说自己和母亲去东京 把火车过道上的弹鱼当成了尿壶 把尿撒在里面 他甚至会悄悄跟踪老师 看他在办公室里笑得满脸通红 还有一次 业葬的父亲问他 要什么礼物 买书还是买披在小孩身上武师的玩具 业葬知道 父亲希望他选择武师礼物 可是一旁的哥哥替他选了书 业葬不能当面反对哥哥 只能在业里悄悄地把父亲的记事本拿出来 写上狮子两个字 这招啊 后来果然把父亲逗得大笑 你看 业葬很能把握他人的反应 人际关系对他而言并不是那么神秘和恐怖的 其实他这种敏感的小孩 并非不理解看到的世界 而是不愿意接受自己东西的真相 虽然只是孩子 但是如果把业葬放进皇帝的心衣这个故事里 他肯定不会大声说出真相的 因为他已经看懂大家 为什么要赞美裸体的皇帝了 实际上 业葬看到父亲的那些朋友就是这样 背后肆意嘲笑 当面又狂拍父亲马屁 正因为如此 业葬自己被用人们欺负 也从来不会去告状 因为他已经预判出了 最后必然是互相比拼演技的扯皮 既然现实的人际关系 只能用谎言和表演才能维系 那么扮演哗众取宠的小丑 就非但不是出格之举 反而是最合乎情理的适应之道 但我们别忘了 在那张童年的照片里 业葬一边歪着头铲笑 一边却紧紧握着拳头 这种内心和世界的矛盾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会在他的青年时代引爆 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让我们来看看业葬青年时代那张照片 照片当中业葬已经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了 插着腿坐在椅子上笑 原文说他笑得很巧妙 轻飘飘的缺乏生命的质感 这个时候的业葬 已经能够熟练的戴上一张假笑的面具 那个紧握双全的小孩哪儿去了呢 且听我说下去 在现实当中 太宰知识读大学才去了东京 而小说里的业葬 高中就去东京读了 业葬去东京 带着中学同学逐一送给他的两个预言 一个是 你肯定会被女人迷恋的 另外一个是 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业葬的父亲是一员 经常要来东京开会 所以买了别墅 配了佣人 业葬就住在别墅里 这个时候 业葬一心要当画家 所以经常逃课去画室 在画室里 业葬交了一个对他影响至深的朋友 叫枯木正雄 业葬在守闸里 对枯木这个人发了一句很经典的感叹 所谓朋友 就是互相亲密 又保持往来 枯木的年纪比业葬略大一点 从美术学校毕业之后 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做画 所以就到这里继续学习西洋画 不难理解啊 业葬和枯木为何互相亲密 业葬是富二代 但却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而枯木是地道的东京人 可是家里穷的 连作画的空间都没有 两个人正好互补 业葬会把丰厚的生活费交给枯木 因为枯木知道去哪儿玩 怎么讨价还价 但是枯木也把业葬带坏了 把吃喝嫖赌那一套全都交给了业葬 别忘了 这个时候的业葬 不过是一个逃课的高中生而已 他很快就迷失在东京的花花世界里 绘画反而荒废了 可以说 业葬还没有学到艺术家的本事 却挤起了一身恶习 枯木还把业葬介绍进一个 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地下组织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背景啊 业葬在东京的时候 大约是昭和五到昭和七年 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 正好是美国发生大萧条 全球陷入经济危机的那段时间 日本经济在那个时候 也是遭受重创 社会陷入动荡 谁也说不准 未来的出路在哪 而当时马克思主义 虽然不是日本政府提倡的思想 却在年轻人里非常时髦 枯木把业葬介绍入会以后 自己却再也没有来过 理由是 你们要研究生产 我要研究消费啊 而业葬也很快发现 这个所谓的秘密社团里面 大部分都是书呆子 最多就是推销一下小册子 或者模仿侦探小说 搞所谓的联络 可以说啊 这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 大家根本搞不懂马克思主义 只是为了叛逆而叛逆 而业葬需要的恰好也只是一个叛逆的外壳 对他而言 参加地下组织 这不过是另外一种 哗众取宠的表演而已 但是由于他的表演太成功了 反而成了组织里的红人 开始承担越来越繁重的任务 而在女人方面也是如此 前面说过 叶葬这个时候的脉想很好 而各种女人本能地感到 叶葬是一个风月老手 经常突然就自己贴上来 邻居女儿会专门化好妆 在叶葬家门口徘徊 香烟店的女孩 会在香烟里面夹张小纸条 不太认识的姑娘 会趁叶葬不在 送来手工人偶 叶葬喝得大醉 坐电车回去 还会被临坐的女人搭讪 总之吧 被女人迷恋的预言 还真实现了 但代价恰恰是第二个预言的扑灭 也就是当不成伟大画家了 这其实让叶葬非常痛苦 而排遣痛苦的方法 就是加倍的沉迷于酒色 过了一阵 叶葬父亲的一元任期届满 就卖掉了别墅 叶葬只好搬到一个旧公寓里 生活开销都要自己来了 习惯了大手大脚的叶葬 常常两三天 就把一个月的生活费挥霍一空 出入当铺 钱都不够用了 这个时候 他结识了银座咖啡馆里 一个叫做长子的女招待 结识的过程是这样的 有一天晚上 叶葬厚着脸皮走进咖啡馆 问长子 我身上只有十日元 能点什么 长子说 放心好了 然后竟然好酒好菜地端上来 还陪叶葬一起喝 叶葬得知 长子是一个诈骗犯的老婆 但他决定 明天不去给监狱里的老公送东西了 这应该是叶葬吃的第一顿软饭吧 但是他却生平第一次感到轻松 放下了哗众驱虫的假面 毫无顾忌地暴露出内心的忧郁 叶葬像牙痛一样拖着脑袋 若有所思 顺便一提啊 这也是太宰之本人流传最广的招牌形象 叶葬和长子不是简单的一夜情关系 两个人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 那就是经济层面的窘迫和灵魂层面的空虚 用日本的谚语来说啊 就好像水底的岩石遇到了飘来的枯叶 尽管如此第二天一早 叶葬还是决定离开 他重拾插颗打魂的面具 对长子说 前进远近 这句话本来是指 男人没钱以后就会被女人抛弃 但是叶葬反过来解释 说这句话是指 男人没钱以后就会自暴自弃赶走女人 不管怎么说 反正叶葬离开了长子 再也没有去看他 一个月之后 叶葬又和库木花天酒地 库木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找个女人 叶葬这个时候早就没钱了 只好带着库木回到那个咖啡馆找长子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粗鲁 近乎残忍的行为 库木当着叶葬的面 正要非礼长子 最后却收了手 因为库木反倒嫌弃长子 是一个穷苦的女人 这等于是对叶葬的双重羞辱啊 当晚叶葬喝得大醉 醒来后发现长子坐在枕边 拂晓时分 长子提议一起去死 长子早已经被生活折磨的精疲力竭了 他选择以死解脱并非毫无道理 而尽管叶葬并没有真的做好死的准备 却当场满口答应 当晚两个人一起来到连仓的海边 长子解下腰带放在岩石上 因为这根腰带是门朋友借的 叶葬也脱下斗篷附在岩石上 两个人感情究竟有多深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在外人看来 这显然是一场殉情 两人双双跳下大海 结果长子死了 叶葬却给人救了起来 但因为协助自杀罪 关进了警察局 这里要补充一个八卦啊 前面提过 太宰之最后也是和情人跳水死的 但据说尸体上面发现了剧烈挣扎的痕迹 表明他临死又反悔了 太宰之一生五次尝试自杀 直到第五次才死成 恐怕不仅仅是运气问题 而是因为他本身就犹豫不定 我们无法确认太宰之的心态 但是我们却可以看明白小说里 叶葬的心理 叶葬在手闸里 仍然一再强调他的迷茫和痛苦 然而 他虽然号称是搞不懂女人 却早已经熟练的利用起女人了 他得意的总结道 男人让女人为自己干活是不会惹恼女人的 因为女人一般会很高兴为男人做事 也就是说 童年时代内心的纠结 在青年时代已经变成了自欺欺人 叶葬自以为在心里还握着拳头 其实在行动上早就已经与社会同流合污了 自以为可以用表演周旋于世的人 往往都难逃入戏太深的命运 这一回假戏真做的牺牲者是女招待长子 而接下去受害者就是叶葬自己了 我们来看叶葬的第三张照片 在这张照片上 他年龄不明 头发花白 坐在一个异常脏乱的房间角落 没有笑 而是面无表情的 把两只手伸向一个小小的火喷烤火 简而言之 这就是一幅未老先衰 行尸走肉的模样 请注意烤火这个动作的相争意义啊 其实叶葬的一生都在向外界索取温暖和爱 话说 叶葬因协助自杀被起诉 最后获得了缓刑的判决 他打电话 找了一个绰号叫笔木鱼的人做担保 出了狱 这个笔木鱼以前经常出入叶葬父亲的别墅 是一个卖字画古董的商人 他把叶葬接到自己家住 当然背后肯定是拿了叶葬父亲的好处的 这个时候 叶葬已经因为殉情事件被学校开除 没学可上 叶葬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找枯木去玩 因为笔木鱼很怕叶葬又跟什么女招待搞出殉情的事 所以事实上 把叶葬软禁在家里 叶葬当然要逃了 一天叶葬找到机会 逃到枯木家 这个时候 枯木家里正好来了客人 是一个叫镜子的女编辑 来找枯木约画稿 镜子是一个瘦高个儿 今年28岁 独自抚养一个5岁的女儿 丈夫已经去世三年了 镜子在枯木家碰到叶葬的时候 笔木鱼正好发来电报 要叶葬回去 镜子看了看叶葬说 你看起来很机敏 像从小吃了很多苦头 真可怜 叶葬手闸里的下一句就是 我从此过上了男妾般的生活 日本小说通常很细腻 但其实里面不乏这种 依靠留白的剧烈转折 需要读者自己去脑补 我们知道 叶葬的童年衣食无忧 说不上吃了很多苦 这种印象 恐怕也是叶葬 故意要表演给镜子看的 既然叶葬能够扮演 哗众取宠的小丑 那当然也可以扮演 惹人可怜的流浪儿 再说了 没有叶葬本人的同意 镜子也不可能 强行受他为男妾的 在镜子的推荐下 叶葬找到了画 搞笑漫画的工作 只不过 叶葬自己画着画着 有点郁闷 常常挺笔落泪 这个时候 镜子的女儿帽子 已经直接叫叶葬爸爸了 这对于叶葬 是很大的慰藉 两人有一次聊到 会向神祈求什么 不料帽子童言无忌地说 帽子想要自己真正的爸爸 这句话 一下子击溃了叶葬 让他回想起 小的时候发现 温顺的牛突然挥动尾巴 抽死牛蒙那种恐怖 实际上 叶葬此时 不就是寄生在镜子家里的 一只牛蒙吗 而且这种状况 难免引来鲜艳碎语 空木就对他说 玩女人也该守守了 世人是不会原谅你的 叶葬一听 就在心里想 所谓的世人到底是谁 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 为什么这么可怕 忽然叶葬想通了 所谓的世人 不就是你枯木吗 但这种顿悟并没有让叶葬变得坚强 反而让他无所顾忌地破冠破摔了 叶葬开始重新酗酒 不醉不归 不再顾忌镜子和帽子的感受 一天晚上 他隔着门看到母女俩温馨的样子 觉得自己这种混蛋 不该再打扰他们的生活 于是不辞而别 最后索性给金桥一间 简陋酒吧的老板娘 当起了小白脸 在酒吧 叶葬无惧流言蜚语 小白脸当的是有滋有味 酗酒更不在话下 有一天 叶葬结识了酒吧对面香烟铺老板的女儿 梁子 梁子是一个皮肤雪白 年方十八的姑娘 梁子劝叶葬借酒 叶葬就半开玩笑地说 借了酒 你会嫁给我吗 不料梁子一口答应 只不过婚后 梁子虽然还是一个天真乐观的 近乎天使般的姑娘 叶葬却并没有因此有什么大的转变 甚至连酒都没有真的戒掉 一天 枯木找叶葬去楼上喝酒 而这个时候 梁子却在楼下被一个伤人强奸了 叶葬下楼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老婆被强奸 没有任何行动 叶葬的懦弱和冷漠 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 这一刻 他所有自欺欺人都彻底崩溃了 此后 梁子再也不是那个乐观的女孩 对所有人都疑神疑鬼 甚至还买了安眠药 想自杀 叶葬发现之后 索性自己把药胡乱地倒进嘴里 三天三夜后才醒过来 这一后 叶葬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甚至在路上还吐过血 他到一间药店买药 却被跛脚的药店老板娘看上了 这个老板娘给他开了马飞 谎称说 这可以治愈酒瘾 很快 叶葬就不得不向药店老板娘出卖肉体 换取下一批马飞了 可以说 真的落到了人间失格的地步 枯木 比木鱼和梁子三个人一起 把叶葬送进了精神病院 此时 叶葬的父亲已经过世 老家几个哥哥出钱 又把叶葬接回了家乡 叶葬实际才27岁 却已经满头白发 也就是一开始照片里 为老先衰 行尸走肉的样子 叶葬的手闸到此就结束了 但是小说还有后继 后继里 没有具体姓名的我 来到那间精巧的小酒馆 你应该还记得 叶葬曾经给那里的老板娘 当过小白两 十年前 叶葬把那三张照片 和三本手闸从家乡 寄给了老板娘 老板娘以为 我认识叶葬 所以又拿出来给我看 这段后继 补全了照片和手闸的来历 但是更重要的是 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老板娘这样的旁观者 也可以对叶葬的一生 发表看法 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 是老板娘的发言 她说 都是她的父亲不好 我们所认识的阿叶 又天真又乖巧 要是不酗酒的话 不 即使是酗酒 也是一个神一般的好孩子 整篇小说都在说 叶葬一步步堕落为渣男 最后一句话 却突然反转 拔高为神 这是太宰治最巧妙的安排了 读者大可以认为 这句话只是老板娘信口开河 事实上 这句话的前半段 业葬的悲剧 全部归因为父亲和酗酒 明显就是肤浅的看法 但是 到底为什么太宰治 要把业葬拔高为神呢 其实 这里的神 不是指日本的神 而是特指耶稣 太宰治研究过圣经 虽然圣经并没有拯救太宰治的苦门 却为他设定了一个至高的理想标准 这个理想标准就是 耶稣替世人背负罪恶 而某种程度上 业葬是替所有失格之人背负痛苦 文学人物不同于宗教人物 文学人物替世人背负痛苦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 可以引起广泛共鸣的典型 而读者通过他得到的救赎 就是明白 原来自己的痛苦并非个例 我们再说一则译文啊 著名作家三道游记夫 以言于律己著称 他很讨厌放纵颓废的太宰治 甚至专门跑去太宰治喝酒的地方 对他说 我不喜欢你的作品 太宰治却说 既然来了 说明你还是喜欢的 后来 三道游记夫在自杀前 给友人的信里说 其实自己和太宰治是一样的人 这个例子其实解释了 为什么一代代读者 着迷于业葬的故事 因为每个人都会遭遇类似的软弱 颓废和绝望 社会给人的那种要求是严格的 人总有达不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就会有人间失格的痛苦 让我们回到生而为人对不起这句话 很多人知道 这句话是因为热门电影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我也解读过 你不妨听听看 松子和业葬 看似都把幸福寄托于他人 但是方式却截然相反 松子像太阳一般 不断地燃烧自己 温暖了很多男人 而业葬却像黑洞一样 不断地吸收各种女人的肉体 金钱和感情 如果松子遇上业葬 估计也会很惨 但如果业葬能有松子那样的勇敢和坚韧 也绝对不至于人间失格 资格总是与责任相关 一个人如果放弃了紧握的双拳 迟早也会丧失脸上的微笑 一个不敢为他人负责的人 最终也会丧失自己的底线 好 这本书的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总结一下 人间失格是日本传奇作家太宰志的名作 这是一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 也可以视为绝笔之作 小说以三张照片为线索 描写了富家子弟大庭业葬 一步步堕落最终人间失格的历程 小说的主体是业葬本人的三篇手札 业葬在手札里反复地诉说 自己和世界格格不入的痛苦 他在心里认为自己是真诚善良热爱生活的人 然而他的行为却是虚伪的表演 而且往往伤害到他人 尤其是爱他的几个女人 内心和外部行为的巨大反差 给读者留下了自由解读的空间 弗吉尼亚·乌尔夫曾经说 人不可能通过逃避获得平静 在我看来 太宰志的人间失格 就是用极致的逃避来告诉我们 逃避不仅可耻 而且也没什么用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打开小铅